来 我再撕开一个麻花 给大家看一看 看 里边带着毛茬的 带着茬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松软的大麻花 5克的发酵粉 我们用牛奶先把它化开 这牛奶一共是250克 我只倒入发酵粉里一点 只是把发酵粉化开 这样面容易发 倒入剩下的牛奶 一共是250克 打入两颗鸡蛋 倒入刚才拌好的发酵粉 加入50克白糖 促进饧发 我又准备了一些蜂蜜 大约有20克左右 搅拌 因为有蜂蜜比较黏 搅拌一会儿 今天我打算做500克 也就是一斤面粉的麻花 倒入面粉 搅拌 下手揉匀 做麻花的面一定要软 刚开始时会很黏 没关系 一会儿我们要加一些黄油 加完黄油后就好了 就不是那么沾手了 好 现在我们加入软化好的黄油 从冰箱里拿出来时很需要一段时间去软化 如果你要着急做的话 你可以放在微波炉里 微30秒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一点点加入 揉匀 这样就揉好了 放到温暖处醒发 发至二倍大 我们再来做麻花 面粉发至两倍大 像这样 面板上撒一些干粉 取出面团 揉一小会儿不用过分的揉 整理成长条转 从中间切开 再切一半 然后再切 每一个再切一半 一共是八个麻花 把面团盖好保鲜膜 防止变干 取出一个 我们开始做 揉成长条 从中间往两边揉 揉成粗细均匀的一个长条 不要揉的太细 避免揉断 就这样就好了 现在我们两只手 向相仿方向搓 拎起来 继续搓 小孔这边稍微拽一拽 这样搓出来的麻花 粗细均匀 再次拎起来 把一头塞到小孔里 这样 揉成长条 从中间往两边揉 从中间往两边揉 就拎过 扎到有一定力量 先防向使劲 拎起面 自然上劲 然后再次 上劲 上满劲以后 把这个一头 塞到另一头的小眼里 这样我们的麻花就做成了 麻花都做好了 盖上保鲜膜 醒着二倍的 我们上锅炸 麻花明显变大 现在我们可以开去炸了 油六成肉 下入麻花 小火慢炸 一面炸至金黄 翻另一面 一定要小火慢炸 避免外熟里不熟 炸时可以用筷子 轻轻外里按一下 因为麻花太松软了 它飘在上面很长时间 有些地方可能炸不到 花花炸好了 这样松软的大麻花就炸好了 听一听脆脆的 我们撕开一个 好吃吗 它里边是带着小茶叉的 特别的好吃 哎 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